这个社会不能只有一套价值 这个是不能用一元的价值 来压制多元的价值 应该让多元的价值并存 来不让一元价值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怎么讲呢 就是说 遂行自己一己之私 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是在哪个城市收看的 好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前资深外交官 纪文基大使大使行 何荣好 大家新年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 郭正安委员 委员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政大外交系副教授 黄奎博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好 在过年有一个重头戏 当然就是北京的冬奥了 今天我们也特别 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聊 那一天北京冬奥正式的开幕 当然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 还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中俄两国的元首 在当天 习近平跟普丁进行了习普会 那么双方在会后 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而针对这一场习普会 曾经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任职的一位俄罗斯专家 叫做安吉拉斯坦特 表示说习普会让中国跟俄罗斯 正在挑战冷战结束以来 试图重新定义全球的一个力量平衡 那当然外界也形容说 因着北京冬奥而进行的这场习普会 会是一个新的拐点 也有看法说 中俄虽然不是同盟 却更胜似同盟 所以接下来先请教黄老师 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 这个更胜似同盟的中俄新关系 第二个 当然现在新冷战又被提起了 那您觉得会进入新冷战时代吗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同盟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是不是同盟 他们其实是战略伙伴关系 各式各样名称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如果讲到同盟的话 一般我想我们的认知都是 所谓的军事同盟 那军事同盟的话 那就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那就是只要有任何国家攻击了俄罗斯 或者中国大陆 那这两个就会联合起来去反击 就不会坐视不管 对 所以讲说同盟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夸视的做法 夸视的说法 而且我觉得说像这个 我们刚刚一开始主持人介绍 像美国的这个专家斯坦特 对 他提到的观点完全就是以美国中心的观点 因为他们担心的是说 在二次大战之后 所建立起来所谓的美国霸权下的和平 英文叫Pax Americana 在这个被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共同的严厉的挑战 美国受不了这样的做法 他认为说 各位常听到所谓的这个 Rules Based System 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 美国说这就是我要的 但是美国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说 这规则是你美国的规则 我要的是以国际法律为基础的体系 这个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我们要以联合国为主 不是以你美国的秩序为主 那这两边当然就会有很明显的 价值的不同 意识形态的不同 那我也必须讲 是不是新冷战 看得出来 其实新冷战这是一个 新闻很爱用的名词 我会这样看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 比较像是新冷战 因为他们双边的 不管是相互的限制 还有相互的矛盾 还有他们的交流的程度 是比较低的 当然他们 我说限制跟这个矛盾是高的 交流程度是低的 但中国大陆跟美国 好像还没有到新冷战的地步 因为中国大陆你说 他的这个盟邦 有没有办法能够群起而呼之 去攻击或者去抵制美国 中国大陆应该没有这样的盟邦 那中国大陆 有没有那种强烈的军事力量 可以去跟美国一对一的对峙 其实看起来也没有 是 经济上 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有效地反制美国 从川普以来 一路的经济的进攻 看起来中国大陆也只能够 勉强地抵挡一下 所以我觉得讲说新冷战 其实是硬把中国大陆逼到了那个 跟美国一对一对抗的那个位置 那习近平以下的官员 他们愿不愿意坐到那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不愿意的 而且新冷战的话 我讲冷战它一直还有一个对立的 这样一个 对 你也看不到两大集团 或者三大集团的这种对立 其实看不到啦 所以新冷战我觉得大家听起来 好像是那样子一个强权的对抗 但是你要讲它是冷战的话 我觉得言之过早 针对这个新名词 委员您怎么看 新冷战这样的一个名词 讲新冷战基本上就是对历史 完全不了解的人 才会讲这种话 因为冷战是有一些条件 是 第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对抗 你或者叫自由民主 或者叫资本主义 对 那第二个就是苏联是在做军事扩张 他要把社会主义扩散出去 然后第三个就是两个体系之间 是没有什么社会经济交流的 这个现在的社会的国际现实 完全都不是如此 现在有谁在输出社会主义革命 没有啊 对 那中国跟全世界有121个国家 是最大贸易伙伴 以前还有这样的国家 还有就是我们说 是不是还有这么强硬的意识形态 那用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在对立 对 我觉得现在顶多只有一个叫做 在反抗美国一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认为这里面充满了不合理的成分 因为像刚刚黄老师有讲到就是说 过往美国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定义跟这个维护者 对 但现在他发现其实这个强势好像不在了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啦 比如说美国这次本来要抵制冬奥 那结果中国在联合国提出冬奥休战 结果173个国家支持 在冷战时代怎么可能苏联有这样的 173个国家支持的案子 对 不可能嘛 都是双方用否决权互相抵消嘛 历来如此 那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议题 恐怕你已经很难用所谓的 是用意识形态切成两个阵营啦 是是 而是个别国家也有不同的主张啦 不过这次就是看到西埔会之后 两国的元首也共同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那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个重点啊 包括像中俄将会联手抵抗外部势力 以任何借口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 还有呢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张 呼吁摒弃冷战意识形态的做法 另外俄罗斯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还有呢中俄将会加强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呢在欧亚经济联盟 以及一带一路的合作 我进一步请教委员 这个联合声明背后两国元首的思维 其实这个大部分的言论 我觉得中国都论述过 因为外界有说反正就是各取所需 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们对比如说什么叫民主 那什么叫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权利 然后对于国际秩序 就要基于国际法跟联合国 这部分是有共识的 那地缘政治是他们对彼此的核心利益表达尊重 比如说我支持你的北约不能扩张 那你支持我的 不能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 那共同反对AUKUS 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核动力潜艇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美国人会觉得感到有点 shock 有点被吓到 因为这个大概是 因为中俄两个联合发力 然后提出一个七千多字的 写的白纸黑字很清楚的一套论述 那这套论述美国认为对它是有挑战性的 大使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联合声明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纲要跟内容 那我觉得它是从价值到制度到落实 那这个三者都非常非常绵密的 那价值上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强调两个价值 就是说对 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联合声明叫做 这个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 很长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这两个 那价值上第一个它用多元主义 来驳斥一元主义 那也就是说价值 这个社会不能只有一套价值 这个是不能用一元的价值 来压制多元的价值 应该让多元的价值并存 来不让一元价值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怎么讲呢 就是说 遂行自己一己之私 那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美国 意思就是讲美国 一直用它自己的单一的价值体系 来对别的国家 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国家 进行怎么样 进行压迫 甚至进行霸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它还讲掉一个价值上 就是说 要用多边主义来取代单边主义 那就是说 这针对美国的所谓的长臂管辖 用它的自外法权 用自己的国内法 国内的利益 国内的价值 把它的这个执行能力 伸手伸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那这是违反现在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那这个也都是 国际法不允许这样子单边的行为 那所以它就强调多边的 所以它有一句话就是画龙点睛的 它说要维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社会 这是第一个 那就是多边主义 第二个 要好支持以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不仅是今天是俄国跟大陆 支持这个看法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不持这个看法的国家 是绝对少数 对 所以它提出这个事实上 我认为在国际社会上 它的后续的 它的那个效应 它的所谓的它发挥的效果 会不断不断的扩散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完整的 那我觉得从今天 我们今天很客观来讲的话 你如果不从美国中心主义 或美国立场看的话 那可能它这个整个的文件的这个 是一种宣言式的这种文件 我觉得会对未来的国际关系走向 或者说大陆跟俄罗斯 在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 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这次的习捕会真的是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那其中像BBC也分析说 他们看到的是中俄两国 正在形成一个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当然也是 美国把中俄两国共同视为对手 所导致的 他说会这样 当然就是因为有前因有后果 所以使得中俄现在在经济 科技甚至包括军事上面 可能都会共享资源 更有效的可以来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那所以我进一步想请教委员的是说 当然这个刚才提到了 其实这个是超乎美方的预期的 可是对于执政的拜登政府来说 其实他是有自觉呢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 形势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 我对美国人做事情的了解 他们一定会积极应战 因为他们是很实际的民族 虽然意外 但是现在想办法要把他亡羊补了 他必须要面对 比如说很可能像基辛吉这一派 他就会认为要釜底抽薪 要把中俄再拉开 那这拉开就是说 你乌克兰恐怕要做妥协 那这样才能够把俄罗斯那个矛盾缓解 那才会让俄罗斯 对抗美国的迫切感没有那么重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去想一想 俄罗斯最后的通牒是去年的12月21号 那事实上他所下的那三条安全底线 美国都没有接受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谈呢 那显然是什么原因 因为很可能是美国想要什么 他自己还没搞清楚 对 我记得我们也有讨论到 就是看美国现在要是什么条件 对 他到底要什么 就是我可能答应你俄罗斯的部分条件 可是我要你配合我做什么 那美方一不都没讲 对 可是我觉得他就会 因为这个事情 逼他好好想清楚 就是他要缓解他跟俄罗斯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我对美国的了解是 他是一个不容易认输的国家 他会很积极的立刻拿出他的对岸 那该妥协的部分他会妥协 那如果说中俄联盟实在是势力太大 他就会想办法分化这样 还有的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到环宇全世界继续关心